第1194集 方平不动声色 继续朝前走 走了一阵 王金阳开口道 你的本源世界 想和巨献物融合的话 那你就回阳城多看看 记住阳城的每一缕气息 走遍阳城的每一处地方 对你有帮助 本源世界也是一个新的世界 或者说是世界的雏形 巨献物 便是给这个世界赋予生命 你的巨献物是阳城 那你对阳城的了解越多 越是熟悉 融合起来越简单 说吧 王金阳顿了顿又道 最好能采集一些 阳城居民的生命本源气息 如此一来 阳城人死 都有可能出现在 你的本源世界中 帮你巩固本源世界 开辟本源大头 方平微微醋眉 看了他一眼 王金阳轻声道 别看我 我没事 战天地有一些残念存留 之前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些东西 现在好多了 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方平微微点头 开口道 我明白了 还有 王金阳想了想 补充道 精神力的修炼 别放下了 到了精神力万和 你是不是觉得除了分身 别的用处就不大了 不错 错了 王金阳开口道 精神力的强弱 不体现在肉身上 其实体现在是一种潜力 你开辟的本源道 绝对比寻常舞者宽阔 这就是潜力 就是精神力的体现 你的本源世界 比一般人巩固 稳健 这也是精神力的体现 当你巨线物 融入了本源世界 信得本源世界 是否强大 是否巩固 也是精神力的体现 所以 你还是得修炼精神力 别觉得精神力无用 精神再强大 都有可能被消灭 同理 精神力再强大 也有可能会被消灭 可当两者都强大了 那你就会无懈可击 你精神力一念之间 可诞生肉身 你肉身强大至极 也可以一念之间 诞生精神力 老王顿了顿又道 击倒天地 传说中和皇者战力相当 那为何不称击倒天地 为皇者 武者就看战力强大与否 何必还分什么皇者 和击倒天地 方平愣了一下 王金阳继续道 击倒天地 其实是存在缺陷的 比如说灭 他精神力强大无比 一念之间 也许可以创造一个虚幻世界 可当他的肉身 被人消灭了 他的精神力 就会不断削弱 成为了无根之瓶 同理 爸的精神力不够强大 被人消灭了精神力 他的肉身 也会渐渐地凋零 战的话 气血强大 爆发力也许极强 可精神力和肉身强度都不行 弱点也很明显 这就是击倒天地 而皇者 他们的战力也许和击倒天地相当 可这么说吧 他们就和你一样 更能生存 更能活得长 王金阳缓缓道 你的战力若是和奇幻语相当 你必定能熬死他 这就是击倒天地和皇者的区别 击倒天地可占皇者 可若是短时间内斩杀不了皇者 死的必然是击倒天地 李老师其实就体现出了这一点 很明显 他遭遇了战力和他相当的敌人 他爆发期间未能拿下对方 那最后死的大概率是他 王金阳轻声道 所以方平 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方向的修炼 肉身 气血 精神力都要修炼到最强 如此一来 你才会有成皇的机会 若我们继续走击倒的话 未必能成皇 哪怕修炼到了击倒天地的地步 最终可能还是要死 如今我和铁头他们 虽然有击倒的趋势 可并非走真正的击倒 方平了然 他之前觉得 道了精神力万和 好像除了能分身 用处不大 现在看来 倒是自己想错了 自己的大道能开出三千米宽 和精神力关系很大 本源世界能匹敌 九品巅峰的奇幻月 也和精神力有关 这就是九段精神力的好处 虽然不如今身强大明显 可代表的却是 潜在的续航能力 这么说 成皇的人必定是全能的人 不错 王金阳轻声道 急倒 急倒 急倒天地 说起来好听 感觉强大 其实都是一群失败者罢了 他们走不出全能的道 只能另辟蹊径 为战力独尊 所以当年急倒天地 若是真的和九皇发生了战斗 急倒天地战死不足为奇 也许他能一击杀一些皇者 可既然战死了 那代表肯定是皇者没死 当年的四弟 如今就算有三人转世俯生 可当年到底谁赢了 无论是急倒天地赢了 还是九皇赢了 要不有急倒天地活着 要不就有皇者活着 老王轻飘飘道 都要是活着 他皇者就死光了 都要是死了 那代表皇者也会有人活着 方平 明白我的意思吗 方平轻轻点头 吐气道 知道 反正双方肯定有人活着 不过 你说同归于尽有可能吗 老王笑道 这是最好的结果 真要是如此 那就没必要担心 有皇者出现了 可同归于尽 哪有那么巧合的事 刚好都死光了 一个不留 那他们为何不先是 谁知道呢 王金阳笑道 也许一方全部死了 临死的时候困住了对方 也许是活着的人受伤太重 比如帝皇 他活着 所以他在暗中引导了一切 让大量强者战死 就是担心被人称人之威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老王按了按手 不给方平说话的机会 我说这些不是让你惊惧 只是让你明白 未来我们的敌人 也许就是这个层次的强者 所以想战胜敌人 你就不能放弃任何一道 成为全能者 你脑盒上的伤势 自己多想想办法 老王有些担忧 一旦脑盒破碎 你未必会死 也许会失去记忆 也许会断了你的皇者之路 无论哪一种 都是不可承受的损失 想弥补这种伤势 未必没办法 啊 灭 老王眼神流转道 找到灭的脑盒 他是修炼精神极道的强者 他的脑盒若是还在 精神力之强 难以想象 他的脑盒也许比 站的心脏还要好 因为站的心脏 其实被抽离了许多能量 方平 真要到了脑盒 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 那就告诉我们 我们想办法找到灭的脑盒 方平点头 笑道 我知道 放心吧 我怕死 也不想失去记忆 成为新的陌生人 你们也是 有事告诉我 我也不希望我的兄弟 最终成了站 灭 爸 老王点头 朝他微微白手 示意他可以走了 方平失笑 没问逆走本源大道的事 因为这几个家伙 现在也是一脸糊涂 不懂什么情况 他们现在尝试正走大道 也不知道行不行 方平朝后方众人挥了挥手 在众人敬佩羡慕的眼神中 一拳轰出了一条通道 眨眼间消失在了原地 看到这一幕 来送别的人 愈加感慨起来 太强了 随手打出空间通道 绝颠不愧是绝颠 而老王却是哭笑不得 装什么肚子 待会儿看这家伙 在哪儿躲着偷偷走 方平一拳轰出通道 能有三五十里 算他厉害 还真把自己当老张呢 阳城 方平撕裂了空间 出现在上空 喘息道 累死我了 差点迷失了 要不是为了让人类相信 我们还有决定 我可占决定 何必如此 方平自言自语 给自己找了点借口 是的 我是为了全人类 才干的这事 要不然我何苦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 看看大家崇拜的表情 嗯 真爽 想当初我看到那些 绝颠一步千万米 那也是羡慕的不行 现在轮到他们羡慕了吧 高空中 方平在自言自语 下方 阳城这个昔日的小县城 如今却是繁华了起来 阳城处处可见 方平和王金阳的照片 绝颠境 天部部长 人类反攻联合会主席 小小的阳城 居然走出了这样的志强者 难以置信 就算没方平 王金阳这位南疆名誉总督 也是足以让阳城阳明 一人二十一岁 一人二十二岁 这两人 是阳城至高无上的荣耀 阳城提督府 昔日的提督 白锦山已经不在阳城 前些十日 方平路过 白锦山还在这里担任提督 可现在已经离去 现任阳城提督 张鹏 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 张涛的孙子 之前七品竞的强者 而今晋级八品 难以想象 一个县级式的提督 会有八品竞实力 可这是事实 阳城也是各方的一个关注点 这个小小的县级式 走出了方平 走出了王金阳 各方都在打阳城的主意 连张定南都难以镇压 于是张涛的孙子 从军部调职到了阳城 担任提督 和三年前不同 三年前方平习武的时候 阳城连一位中品竞舞者都没 可现在 阳城提督府强者如云 八品竞的张鹏 七品竞的宗师都有两位 外加一对中品竞舞者 担任阳城真机位 提督府中 张鹏处理完了公务 轻轻吐气 走到窗边 看向提督府外 看着街道上孩童传来嬉笑声 看到老人们笑容满面而过 忽然有些伤感起来 我的爷爷 还能回来吗 自小 他就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是张涛的孙子 他成武者之后 没留在教育部的武安军 而是去了军部 就是想脱离家族的影响 摆脱爷爷的影响 让其他人提起自己 会说一声 这是张鹏 而不是张部长的孙子 可今日 当他成就了金身 忽然觉得 当年的那些想法何其幼稚 他该以张涛的孙子身份为荣 而不是为耻 他的爷爷 人族的领袖 带领决颠强者们 征战四方 斩杀强敌 而今正在抑郁空间 和强敌厮杀 不知生死 振兴城的苏明玉 敢说一声半年内 苏家必有决颠出 前去救援 而他张家 却是说不出这番话 爷爷 张鹏呢喃一声 有些伤感 我不如方平 方平出身低微 平民家庭 却是得到了爷爷的赏识 张家人以前不觉得如何 可当今日 张涛临走之前 将华国托付给了方平 而方平不负众望 征战地窟 斩杀九品上千 斩杀绝颠多人 这就是华国这一代的领袖 你让我来扬城担任提督 到底有何含义 张鹏呢喃 他一位八品精神强者 比张定南这个总督都强 却是来了这儿 担任提督 这是老爷子的建议 这也是他这些年来 第一次听老爷子的话 来了扬城 可爷爷为何让自己来这儿 担任提督 是 这是方平的家乡没错 各方在关注这儿也没错 可他还是不解 在内陆 需要自己来坐镇吗 爷爷到底知道些什么 他想起老爷子 让自己来这儿的时候 好像有些阴谋得逞的笑意露出 不太明白爷爷在得意什么 唉 一声轻叹响起 张鹏陷入了迷茫中 自己还要在这儿镇守吗 爷爷陷入了危机中 李家的李一鸣 现在已经带兵杀入地窟 准备等待军令 反攻地窟 南家那边 南云越的孙女进入了真机部 最近也在四处追查邪教行踪 听闻邪教的上缘组织神教 这一次在地窟对人类出手 那丫头也憋着火气准备报仇 唯独自己 这位张家最杰出的第三代传人 此刻在这儿担任着提督 整天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爷爷说 等 等什么呀 张涛再次叹息 他想去地窟了 步行去军部 去天部 那都好 比在这儿强 老爷子到底怎么想的 就在张鹏想这些的时候 忽然眼神微动 有点 有点异样的感觉出现了 他是八品镜强者 也是杨城目前的最强者 更是唯一一位感应到一些异样感的舞者 发生了什么 张鹏在疑惑 方平也在疑惑 以前他来阳城 没有太大的感觉 就是家乡 有些不舍罢了 可今日来阳城 他好像感受到了一些不同 半空中 具现物凭空自现 方平连忙精神力遮掩 要不然整个阳城都看到天空中 多了一座阳城 会引起麻烦的 老王让我来阳城多看看 多走走 记住每一处地方 记住每一位阳城人的气息 难道别有他用 方平漫步在空中 很快微微蹙眉 想了想 落入了地下 附近哪怕有人 此刻好像都没看到他 具备绝颠镜精神力的方平 想瞒住这些普通人 太简单了 而就在他落入地下的一瞬间 他的具现物 忽然覆盖了整个阳城 在其他人没意识到什么的时候 和阳城有些重叠了 这也是张鹏感受到异样的源头 一位强者的具现物 和整个阳城融合了 奇怪 发生了什么 方平有些好奇 具现物平时都是按照 他的心意来掌控 今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这一刻的方平 好像感受到了整个阳城的动静 心跳声 叫骂声 吵闹声 嬉笑声 整个阳城在他没有精神力 弥漫的情况下 好像清晰地映入了他的脑海中 我的具现物是阳城 好像也是第一位具备 一座城市当具现物的舞者 难道有所不同 老王是不是知道什么 方平凝眉 漫步在街道上 包子 新鲜的包子 汽血丹大水卖了 五千块一颗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当年 放决点买了都说好 飞天鞋 穿在脚上 可飞天 让你提前体验 中品强者的玉空术 神兵大放纵 方部长当年也在本店 购买过神兵 三千块你拿走 各种各样的叫卖声 从四面八方 传入方平耳中 方平哭笑不得 不过 都不敢说这些人是骗子 无他 当年老子好像做过不少广告代言 谁还记得代言过哪些产品 妥妥的黑历史 不提也罢 再说价格好像也不是太贵 信不信 傻子都知道三千块 能不能买到神兵 唉 阳城也变了 方平感慨 没有了昔日的安静 不过这样的变化 发生在全世界